外形亮眼的女星曲君君出道13年 靠着精湛的演技受到很多人喜爱 除了在细说台湾中广为人知 后来加入刚为人生泡载生演出 更是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 她去年在一家团圆饰演反派角色 让很多婆妈入戏超声 恨得牙痒痒 不过人气也扶摇直上 近日她突然传出喜讯 让大家惊喜不已 据TVBS报道 曲君君出道多年 亮眼外形跟纯熟的演技 让她累积不少粉丝 在本土剧界的地位更是渐渐攀升 可说是资深演员 她日前突然在社群平台上抛出喜讯 分享一系列婚宴的照片 原本要当老师的她 认识了一票在教师实习的好友 开心直呼 终于先嫁掉了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 她拿着美丽的花束 献上甜蜜祝福 开心的说 当年一起教师实习的教师们 我们六个人终于有个人先嫁掉了 回忆当时 他们各属不同领域的教师 当年忙碌生活 不止要实习补习 还要读书等等 尤其某次下课 另外五人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轻轻地说 我们来帮你了 你要做什么跟我们说 我们帮你分担 让她当场落泪 彼此友谊也越来越坚定 而这次其中一名好友要嫁掉了 她也献上祝福 许君君坦言 看到好友在台上成为人妻 心中真的有无数的感动 也开心播出拿着捧花的照片 开玩笑说 我也要结婚了 不过是在戏里 笑说最近在戏中被求婚 也让不少人笑翻 纷纷留言 恭喜好友 祝福他们勇于爱和 也有网友看到她拿着捧花 笑说 马上就轮到你了啦 这个时候就试试过 那么好的 所以就试试 是 有试试 有试